医疗小管家 照顧您全家 医疗小管家提供的服务 主要是针对高龄社会的来临 我们高龄化的人口 开始慢慢有一些慢性病 或是功能的失调 除了一些医疗复杂的问题以外 还需要一些照顾的资源 专业的医疗团队 结合了在地的一些社区资源 包括村里长 还有当地的一些慈善的一些团体 来照顾我们在就地的一些需要照顾的老人 我们八小时里面都有 不管是护理师或是社工师 来提供这些受照顾者受关怀者 他们的一些生理的照顾 还有一些用药的咨询 也会伴有健康出镜 我们每个礼拜也会帮他带他做健康潮 那另外也会有一些音乐治疗 我们桃园市政府为了我们桃园市民 长者的一个健康 造极了在附近对于这些高龄健康照顾 有投入的两医院 然后来到我们社区里面 把这样的服务 不管是医疗服务或是社区的服务 或是这些远环失智失能的一些方案 带到我们社区去里面 我们在社区的这些民众或是照顾者 他有遇到一些困难 或是不管是医疗问题 或是社会资源的一些不了解 走到我们的社区据点来 然后跟我们多做一点互动 然后对于这样的老年生活 能够更多彩多姿 希望说能够这样的医疗小管家 经过这样这几年来的蛻变 从慢性病的管理到最后 我们把他连结到厂照之源 我们的市民能够利用 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 服务到我们家 陶龙的安宁服务团队 在这个桃园已经守护了 我们善中原地十九 从评估到服务 到社区的巷弄站的服务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日间照顾 彩虹区是私自的日间照顾 去年也开设了长青园的副理之家 所以在这个长照的一条链 上面我们是做得非常完整 如果有不了解 医疗小管家是什么服务的 可以来多打这一接电话